2015年10月27号百革时事为你整理今天的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林吉祥获判有新假期 林吉祥遭国会冻结议员资格6个月 光明日报看见作人作者慕容公子质疑 林吉祥遭禁足事件是否像法庭案件一样 存有可争议之疑点呢 其一国会不是法庭可以开庭审案吗 其二议长及国会议员不是法官团和陪审团 可以对一名人民代议室做出刑罚的判决吗 这一次林吉祥是出言不当还是出言不逊 有辱国会及议长进货判6个月的有新假期 这不是白拿人民6个月的薪金有负人民所托吗 作者说YB目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喊告 挑战国会议长告朝廷政府 此外林吉祥国会选区的全体选民 亦可委派代表上提新宋 列国会和政府为答辩人 紧接着依然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邀请是齐齐交万万税 针对2016年预算中的一些回扣 光明日报新风作浪 专栏作者王健兴认为 从表面看来政府体恤民情 让人民节省异比 然而实况却是无论是白领男领 其常年加薪率远远追不上通膨率 省下微不足道的小钱根本就作用不大 而政府还是按照那些年的生活水平 离出所谓帮补人民养家活口的扣税率 可想而知 政府念旧念情 只差没活在石器时代 我们这些平民报税缴税 购买日常用品时又得支付消费税 令生活透不过气 特别是今月马币跌跌不休 物价陆续抬高 普罗大众一筹莫展 人们期待政府在这次预算中 出手扶持马币与国家经济 但政府竟是无动于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